太惨了,上海炒房客房子根本卖不出去,卖不出去意味着什么?你们知道吗?真的太惨了,这是什么房地产市场? 最近我做中介的朋友告诉我,他自从春节后待看了一百多组客户,竟然一套房都没成交。 眼下整个上海天山板块从春节后到现在最多也就成交了十套房子,很多小区挂牌数量达到五六十套,但根本就卖不出去。 而成交的房子大多数都是在特价促销中的,只有在特价中才有可能卖出去,许多房子甚至连看房的客户都没有。 最近一段时间挂牌的数量一直在急剧增加,这些都是海外业主回来专门处理房子的。 如果没有做好降价准备,就不要再挂出来了。 和我预料的是一样的,现在整个房地产市场几乎都是卖家,没有卖家,在一个没有买家的市场当中,价格的崩盘只是时间问题,而且成了上海的房价正在不断走低,而且正在加速走低些。 那些炒房客们因为资金链断了,急着要把房子卖出去,但是现在呢,根本卖不出去。 你没有听错,根本卖不出去,除非你打三折,四折的往外卖。 如果三折卖房,那就亏大了。 所以,炒房客临死在做最后的挣扎,他们不想死,但是没有办法,现在看不到买家我前面视频也一再强调,大家已经明确,现在的房价会不断走低。 如果现在买房就是白白损失几百万,你可能等一个月两个月,或者是半年一年以后,你可能一少几百万,买到原来你看中的房子。 根本没有人和你抢房子,上海的房价正在快速下跌。 朋友也给我举了个例子,他有一位房东客户现在感到非常焦虑,夜晚甚至难以入眠。 他的牙龈也因此而发言,这些都是业主亲口告诉他的。 他问他原因何在,他说房子已经挂牌了一年多的时间,却依然没有人问津。 他感到无奈,只好自己将房价砍了三百万,希望能尽快处理掉他。 但是现在依然没有买家来接盘,一千多万的房子自砍三百万,说真的是很大的让利了,原来卖的就不贵,现在在便宜三百万。 但是依然难卖掉,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情,很能说明问题。 现在有大量的房东在卖房,而买房的人呢? 少之又少,不能说完全没有,但是很少很少。 那么新房市场呢? 2024年,上海新房市场再次掀起轰动,而李超人则成为了抢房行动的先锋。 他以八五折的价格出售房产,这让人不禁心动。 这场行动仿佛是在对去年长江实业打七折,抛售香港新房清海逸之后的延续。 楼盘名称是高尚领域,竟然还保留着七十多套新房,一直由开发商掌握。 这次,他们一次性地全部拿出来出售。 最让人震惊的是,这七十三套房产的预售证依然是五年前的,价格也没有变动。 从83平方米的两房到160平方米的四房,楼层也都是优质的,涵盖了从9层到15层的各种楼层。 高尚领域坐落于上海四大城市副中心,普陀珍珠,距离地铁只有几百米,周边商业街一应俱全,城市界面也十分宜人。 但周边二手房的挂牌价格已经达到十一二万元。 更让人意外的是,高尚领域还启动了全城分销,提供丰厚的佣金。 这一消息瞬间激起了整个上海中阶级的轰动,他们纷纷带着客户前往,几乎把高尚领域的售楼处门槛踩烂。 认筹仅持续三天,不接受置换,认筹需验资三百万元,甚至在看房之前也要验资。 去年长江实业以七折的价格出售青海一时,香港有几千人蜂拥排队。 李嘉诚现在在疯狂抛售他的一个剩余库存呢? 还是因为他也非常不看好中国的房地产市场,在去年他已经是疯狂抛售香港的房地产,到了今年到2024年。 我个人认为他将完全抛售中国内地的房地产。 他为什么要开启就是全城的一个分销模式呢? 还是因为现在的客户真的太少了,需要大量的给到回扣或者是分销费用,中介才会把有限的买家资料给到你。 虽然李嘉诚的73套房子肯定可以卖光,但是也花了大价钱,大力气才卖掉的。 这完全说明了,现在的房地产市场真的缺少买家,房价还将大幅下跌,可以说暴跌,要买房的小伙伴们一定要等一等,让房价稳完了再入手。 可以省几百万,你想一下,几百万你要赚多少时间? 已经很明显了,李嘉诚是非常不看好中国和香港的房地产市场,所以他在大力地出售自己现有的一个库存。 那么我们普通老百姓呢,当然相当一部分,炒房客已经在疯狂卖出自己手中的房产,当然普通老百姓也在卖,但是现在呢,几乎没有买家,所以现在想要卖出,除非你是打骨折,炒房客已经惨死,可以说死状凄惨。 而且很多购房人现在遇到了失业,创业的也遇到了创业失败,特别是创业失败的,可以说是太惨了。 最近看到一则视频,他投资一千万,不到三个月,全部血本无归。 整体装修十分豪华,所有设备均采用进口设备,其中一台烤箱的原价超过七万元,这边还有加斯特的六眼灶,西餐厅的炸炉,以及爬炉系列等许多知名品牌的风等冰箱。 一千万的投资,只用了三个月就全部亏光。 上海的餐饮行业也是竞争非常激烈,而且随着消费者特别是失业的人越来越多,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家吃饭,而不是外出就餐。 那么对餐饮的需求就会减弱,那么会有越来越多的餐饮店倒闭。 去年2023年倒闭了150万家餐饮店,今年2024年了,可能它的倒闭数量会更多。 有人说打工难,现在2024年做老板更难。 我前面视频也讲到了,就是现在上海的沿街商铺一片萧条。 这不是乱说的,大家也可以搜索一下网上的视频,或者说你自己去现场去看一下。 你去南京路,南京路后面的小路,天津路去看一下,有多少关门的店铺。 这是在上海市中心,市场中心商铺经营困难,那么其他地方呢? 可以说需求减少了,失业的人多了,再加上房贷,可以说很多人未来30年都卖给了银行,成了店户,哪里来的钱在外面吃饭。 这种情况不是在某一地区是这样,可以说中广大的中国土地上,很多人都有房贷,过日子都需要精打细算,消费少了,那么整个经济体的活力就会下降。 从而会影响到所有行业。 现在还好就是,中国在出口这方面,特别是资本密集型产业方面的出口,还是不错的。 但是我讲过,资本密集型产业不需要大量的劳动力,所以会有大量劳动力因为产业升级而失业。 还记得他吗? 对,就是那个失业四个月,依然没有找到工作的他。 我最近看他,他依然没有找到工作,快要六个月了,他依然没有找到工作。 最近的一次他通过了三面,就是一家公司三度面试他,只等入职了,但是依然没有录用他。 这就是现实,现在公司录用员工变得非常谨慎。 因为现在公司的成本压力非常大,虽然有时候需要人手,但是想想成本压力,也就让现在员工多干活了。 那么大家想一想,一方面房价不断走低,一方面没有人买房,原来买房的还面临失业房贷压力,消费在不断萎缩,那么整个中国经济将面临严重考验。 我也希望中国经济能够越来越好,但是现在呢,我们不得不面对,现在就是岌岌可畏的经济形势,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好好的生活,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度过这一次的危机,希望我们都能够有一份可以养家糊口的工作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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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